請介紹4位 哈囉 我要分享我去拍正見照的妝 那為什麼我要重拍正見照呢 因為我之前去縫雙眼皮嘛 所以我就想說把正見照上面的照片也畫一畫 不然到時候如果人家看到然後認不出來 不就很尷尬嘛 那正見照呢 我會比較注重在 仔細化底妝 然後眼妝比較不會這麼重 然後要畫氣色看起來會比較好的妝 這樣子拍起來才會好看 但是呢如果臉上有真的什麼小瑕疵忘記遮或是遮不住的話 其實只要請那個拍照的人幫你修掉就好了 反正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拍證件照的時候啊 我通常都會戴透明的隱形眼鏡去 因為我之前要拍一個去美國需要用的證件照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不能戴有色的隱形眼鏡 你會想說那以後的證件照還是都戴透明的隱形眼鏡比較保險 先上一層妝前的化妝水 乳液 上一層防曬 然後我要用Smashbox的這個Forto Fini 它是一個底妝的打底 然後我只會把它上在點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它就是有一層滑滑的東西在上面的感覺 如果你不喜歡這種感覺的話 可以不要買這個東西 然後我要上粉底 我用的是這個妙巴黎的粉底液 我覺得它很好用 先擠在手上之後 再把它點在臉上 沒有說一定要點哪裡把它分布 分布開來就好 然後我會用1028的刷子 把它全部刷開 再用遮瑕膏 我用3CE的 把它點在有沒有黑眼圈 還有冰液 嘴角 然後我會再拿一罐 顏色比較淺的粉底液 然後我會再拿一罐 用淺的粉底液 放在臉上 想要比較 突出的地方 這樣看起來臉會比較立體 然後再用剛剛的粉底刷把它推開 粉底打完了之後 我會先擦一下護唇膏 這樣等到最後擦口紅的時候 嘴巴就不會這麼乾了 現在要用NAS的 Lakuna 修容 先 修在臉的旁邊 然後 戴到 這個 腳的下面 會在這個 顴骨的下面 這邊 也上一點 然後像我額頭很寬啊 我就會在 額頭這邊 髮際線這邊也上一點 然後另外一邊就也一樣 它這邊就是 這一條 像在 嘴巴的邊邊到耳朵的 連到耳朵的上面 這一條 然後鼻影的地方啊 可以找這種斜斜的小刷子 它就很符合這邊的線條 3C的打亮棒是長這樣 它是可以轉出來的 然後我會用手指頭 去沾它 沾它之後 上陣想要打掉的地方 接下來 我會用NARS的 腮紅 它這個色號叫 Deep Throat 意思就是 深喉嚨 它裡面看起來有點金色的 亮粉 偏 橘色 也有一點粉紅色 但是現在夏天平常 我都是用 NARS的另外一款 是比較偏橘色 膚色一點的 但因為要照相看起來 氣色比較好 所以我會選擇用 稍微紅一點的腮紅 然後我會從 眼睛的下面這邊 往上拉 這樣斜斜的往上拉 這樣會讓臉 有提起來的效果 因為我 臉比較大 所以這樣子 臉看起來會比較小 因為剛剛臉上 已經上了腮紅 然後又修容 然後又有打亮 所以就有很多顏色在臉上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 有顏色的 蜜粉 或是有顏色的粉餅 來定妝 定妝 然後我用的是 Make Up For Ever 透明的定妝 這樣子沒有顏色 我要先用眉筆 再用眉刷和CAKE的眉粉 再用眉刷和CAKE的眉粉 把眉頭前面的顏色壓帶 就是沾這個膚色 然後上整個眼皮上面 上完整個眼皮的顏色之後 拿一個稍微再比較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深一點點就好囉 所以我要拿這個 非常大的眼影盤 當中的 這一個 咖啡色 把它加在眼尾 稍微往前帶 再用手指頭把它暈開 我用3C的眼線 底要畫內眼線 拿一個你最喜歡的眼線 可以畫一條細細的眼線 刷到睫毛膏 然後我會上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唇膏或唇蜜都可以 這樣會看起來氣色比較好 然後啊 如果抿一抿之後發現 沾到唇風了怎麼辦 就用手指頭 這樣子把它抹掉就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讚或是訂閱喔 謝謝 掰掰 掰掰 所以我要拿這個 FA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